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这个开经记的文字说明一下 别谢托经难得文 别谢托就是指着我们的戒的另外一个名称 那为什么叫别谢托将来还会再解释 那就是以这个开经记来说 身文界的这个部分 那有时候我们在送菩萨界的时候 就用这个三句境界的一个 三句境界难得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当作开经记 刚刚这样讲听懂没 有没有听不懂的 然后经于无量聚之节 经过无量的时间 那我们佛法难闻 难闻经与闻 那现在有机会能闻呢 是很难得的意思 那第三句呢 读读诵受词亦如是 就是我们呢 要在诵戒的时候 读戒的时候 受词的时候 也应该用难闻的一个心态去接受的意思 那最后一句 如说修行者更难 如说就是如法的来讲解呢 以及修行的话 那更是比我们读经诵戒 那更是比我们读戒 那更难 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请合掌 我们念一句 大家念一句 三生佛号也是如此 三生本是佛号 好 不要紧张还没开始录影 我们只是开学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别谢托经难得闻 经于无量聚之节 读诵受持义如是 如说修行者更难 如说修行者更难 好 请放掌 我们今天是第三届在家律学班的第一堂课 这一堂课的名称叫做文法仪轨 文法仪轨 这个讲义都已经发给大家了 为什么要讲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也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一段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们有四个学年的课程 都是在假日来讲解 很多讲解的方式不能像真正的佛学院的一个讲义跟程序来讲解 因为他们时间比较长 但是我们的时间比较短 像比如说 另外的 优婆社借经 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用太虚大师的方式 那一本讲录的方式来上 因为太长了 另外呢 慧信法师他的一个 他把这个 有些部分呢 把它删除掉 因为讲起来的话会非常花很长的 非常花时间 所以他用解本来上 甚至有些 我们的一些课程呢 都会删减 只讲重要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在假日力学方面呢 没办法 等于是用 佛学院的一个浓缩版 这样子来上课 所以请大家要包涵 本来应该是先开班会 但因为 大家刚开 刚来上课 鼻子都不认识 这个开启班会好像也不太容易 要处理一些事情 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等慢慢的 大家熟一阵子 两三周之后 我们再找时间 来上完课之后 再来开个班会 再处理一些事情 这样大家比较能够能够对班会的一些决议的一些方式 操作方式会比较能够配合我们的一个上课的方式 那我们的上课方式呢 跟第二届的在家力学班不太一样 那在家力学班的第二届的老师呢 他们比较偏向于 学术学术界的一个对于律学的一个看法 当然不是说学术界对他们看法就一定是有错 如果这个律学的学律的佛学律学院呢 就比较如法 我们基本上都会 很多学员都会误会 不同的老师的一个上法 以为呢 他们的上课哪个老师上课方式才如法 哪个老师跟我们比较相应 我们就会喜欢 跟我们不相应就不喜欢 会有这样子一个比较的差异 乃至于不同的宗派的一个上法 不同宗派 以及远在布派佛教的一个时代 我们对于布派的看法 有时候呢 会以为哪个宗派比较对 哪个宗派比较不对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历史的因缘 跟社会背景的关系 所以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所以呢我们 为什么要在这里呢 上这一堂第一堂课叫文法仪轨呢 就是要破除我们 一般我们听法的在家佛弟子呢 乃至于出家的佛弟子也是一样 在听法的时候 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心态 来听法 所以要上这一堂课 那我们上课的方式呢 大约 那个 那个 有讲过 跟当心学员讲过一些上课方式吗 还没有 我们大概说明一下 就是 我们上课的方式呢 在前一段 差不多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时间呢 有一个念佛跟礼佛 然后呢 小小的一个 五分钟左右的静坐 那这个方式呢 是 几乎每一个 每一位 法师或是 在 操作都是用 还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则 就是呢 就算他没有念佛 拜佛 也是用一种观想的方式 在上课前呢 先 把 心情放松 放松了以后呢 然后再开始上课 这样我们比较有能够专注 那有能够专注的来上课 我们的心 能够专注的来上课 然后再开始上课 这样我们比较有能够专注 那有能够专注的来上课 我们的受益会比较多一点 不管用念佛的 还是用各种的禅法都可以 基本上都是要这样子操作会比较好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专注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前行的一个 前方便的一个操作 那之后呢 我们才开始上课 然后上完课 当然那会按照一个 有一个移轨的方式呢 来上 来操作 那结尾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个回向 那回向呢 也是一种收射力量 再提再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学习的成果 自己再把它回向 回向于无上菩提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你要回向功德给你的 冤亲在主等等 那也是一种回向 都有它的目的 那 所以结尾呢 会有一个回向记 再来呢 有一个成因法师呢 他在 静律学佛院里面 他们都有这样子的操作 再加上一个 再加上一首记 那叫战戒记 内文呢 是 戒为无上 菩提本 应当一心 持境戒 这样子的一个提醒 在 提醒我们呢 对于戒法的一个 的一种尊重跟 这个 奢侈 提醒我们 有它的一个 价值 因此呢 我们会有战戒记 所以 变成两个部分 一个战戒记 是一个回向记 然后在结尾的时候 是会这样操作 好像每一个人 都有一张是不是 刚刚就 不用解释太多 那个开经记的部分 好 基本上呢 我们是这样子 一个操作 然后大概在 战戒记的时候 我们和长 法师跟 大家都合掌 然后在回向记的时候 讲课老师呢 就会 准备 下座 下座上来 下座之后 礼佛三拜 然后再来送 这个 那个 迎送法师的一个程序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呢 会对整个这个 佛法 乃至戒法呢 有一个恭敬 的一个 射受力量 那 这样不断的一个射受 乃至将来呢 我们在做梦中 假如能够做到 这样子的一个梦 这样子的一个 在我们心里面 产生一个这样子的影像 产生一个恭敬的心态 那我们就会对 每一位法师呢 都会产生恭敬 对每一个法呢 都能够来受持 有它的好处在 所以这个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形式 仪式 所以跟大家 学员呢 这样子解释一下 有没有对 我们 这个 在家律学班 这四年来上课的期许 有没有同学 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我们现在还没录影 没关系 不会传出去 不要紧张 还没开始录 我们敲了符 打了 打一声扶持以后才开始录 大家有没有问题 请说 旁听没关系 我们想说 你身为弘弊 要来学戒 那如果说我们在戒律上 有所批判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地围 你可以进行感到忏悔 我們有個人的照片在我們的學員資料裡面 所以我們就為了要了解大家 所以可不可以請會後我們再合照一下 照一張相片 然後方便將來的班長來點名的時候 或是說聯絡的時候認識 比較乃至於上課的法師想要認識同學的時候可以有個依據 不會有時候要叫同學名字叫不出來 所以就照一張相 可以嗎 那假如是不方便合照也不勉強 這位學員 基本上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來旁聽的 旁聽的話 我們也歡迎大家隨喜 其實我們學佛不只是只有學某一門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講到 我們學任何的法門都是不相衝突的 甚至每一位法師的講法的特色也不一樣 我們應該吸收它的好處 然後呢會要過濾 然後呢要融合 融會貫通 甚至有時候不要誤會了法師的意思 他不是在批評哪一中派或是哪一位法師的一個方式 他只是在提醒我們一些對學佛的態度 那有時候會學員會不知道有些誤解錯解 結果就變為說 某個法師在批評哪一個法師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會有這種是非會產生出來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前行 也是這個原因 也是這個原因 就是我們聽法的時候要稍微過濾一下 知道人家在講什麼意思 我們常常也會聽錯別人的意思 是不是 何況說聽佛法 是不是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那關於這個第二問題 懺悔的問題呢 第一個我們是要懺什麼 我們要了解說為什麼叫懺悔 以後我們還會講到懺悔的問題 在可能是第四年的下半學局 不曉得有沒有機會講到這個懺悔的部分 在在家律學被人的一個懺悔篇 我們好像第一戒也上不到 是不是沒有上到 那這方面的一個操作 怎麼懺悔 假如是我們有受過戒的話 這時候的懺悔是 就是懺悔我們犯了哪一條戒 那一條戒的一個重戒還是清戒 有不同的名稱 這樣子講出來才有意義 那要說 否則你說我錯了 我錯了 錯什麼 我會講不出來 就是我錯了 這樣也不好 因為了解說我們到底錯了什麼事情 那這樣子懺悔才有意義 你懺悔哪一條戒 是重罪還是清戒 清罪 我們要知道 所以 一般你假如是像一位法師要來懺悔 或是 你們在家人也可以彼此 就是說 同戒 你也可以找 比較 戒律比較守得好的 那乃至於你覺得 他可能不是很親近 那你就找出家人來懺悔 在家人找出家人來懺 也可以 事實上 只要 在家人跟在家人也可以懺 只要是同戒 譬如說你們都是受五戒的 那可以彼此來懺悔 那 假如是受菩薩戒 就跟受菩薩戒懺悔 不要說你受了菩薩戒 你像一個沒有受菩薩戒的人來懺悔 那就沒意義了 他也不懂什麼叫菩薩戒 是不是 是這樣的問題 對象 要先搞清楚 還有呢 你要懺悔的項目 要了解 對方也了解 這樣懺悔的操作才能成功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一個 懺悔的意涵 除非說 除非說 在荒山野外 荒郊野外 沒有佛弟子 一個都沒有 你只好像佛像懺悔 那是 這個 只好用 另外一個方式 但是必須你自己了解解法 你才能夠懺悔 否則 你就不曉得你在懺什麼 所以 除非你的 對某一條界 某一個過失 你都了解非常清楚 你才能懺悔 否則真的是 我們都不曉得自己在懺什麼 不只你們在家人這樣子 學律學的不是很深的法師 有時候也會被 戒學比較高的人講說 都不懂得 那你在懺什麼 你就沒有罪啊 你不用懺啊 你再懺 你就不用懺悔 為什麼要懺呢 你還堅持要懺 甚至叫某個人要去懺 我們這個地方不清淨 有一個人不清淨 要懺 那律師出來說 他沒有犯 你還堅持要懺 那就很奇怪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戒法 才知道我們怎麼懺 所以我們學戒的目的呢 除了藉由我們學戒的方式 來讓我們對於 我們內心的一個 的一種 講清淨也可以 清淨我們的一個心思 清淨我們的念頭 歸正我們的方向 有這樣子的目的以外呢 也是替大家呢 替一些後學的人呢 來引導他們 有對戒律有正確的觀念 這樣子呢 我們對於持戒才是如法的 我們都不了解 就隨便的講 那就很麻煩 當然我也不敢說 我就是最了解的 我也是要向一些 律學大佬去請教 甚至有些小問 在講解方面的問題呢 也是要向一些律學的前輩 跟他們再去請教 所以懺悔呢 必須呢 我們對於戒法了解清楚 才能夠懺悔 要怎麼懺 我們必須要了解 才能懺 否則呢 都 徒勞無功 真的是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學員有問題 沒有關係 我們假如不方便問的話 我們會後呢 有時間 再來問 那另外呢 假如有任何 切力上面的問題呢 因為我在法谷文理學院 那個法谷山 金山那邊 還在念碩士班 所以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來照顧你們 所以你們有任何的問題 假如沒有辦法 會後短暫的時間來問的話 你們可以打電話去正絕經社 或者是元通事 元通事要找法師問 找當家叫做 找那個元通事的當家 他們現在有一個規矩 就是統一窗口來回答 所以他們回答 律學上的問題 絕對不會有偏差 因為有專門的窗口 專門的人 在回答問題 不是說誰聽電話的人就能回答 他們會有一個專門的窗口 就比較上軌道了 在五年前還有一點點差錯 所以呢 現在他們統一一個櫃台窗口 也可以問 元通事 電話的話你們可以網路上查一下 然後在他們固定的時間內去問 然後 這是第一個窗口 第二個窗口呢 陸谷的 靜律活學院 叫學活院 學活院也可以去問 正絕經社 雲通事 清和尚那邊的 然後 剛剛講的 靜律活學院 第二個窗口 第三個窗口 這個 南普陀寺 目前是 這三個窗口 是 有在回答 地獄學方面的問題 可以直接問 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我們開始來錄影 這個 有點在表演 所以我們要錄下來給大家 可以 讓沒有上課的人 能夠來 聽聞佛法 所以我們這邊都有錄影 二方面也是 對於講課老師的一種負責人態度 所以我們錄下來 萬一有講錯了 都還有機會 再來回饋 有這個意味在 好 我們開始錄影 請合掌 文法遺詭 講祭 各位居士大家午安 阿彌佛佛佛 請放掌 請翻開講義第一頁 講義第一頁 講義第一頁 我們應該用什麼方式來聽聞佛法呢 用什麼方式來聽聞佛法才恰當呢 那這個聽聞佛法需不需要一定的移軌呢 這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一個方向 這個文法移軌 基本上我是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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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法移軌的那一段 的那一段 來開演這一段的講義 那我們的這個移軌 不是說一個儀式 不是講這個外表的儀式而已 而是在講我們的一個心態 這個呢 大家不要誤會了 當然我們聽法呢 有時候藉由一些儀式啊 儀軌啊 請師啊 請法師上座啦 然後再來 公頌法師等等對不對 這些一個操作方式 有它的儀式的一個價值 但是 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我們這裡面的儀軌的講的意思是 我們的心態 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心態來 聽聞佛法 我們佛法呢 講緣起 諸法無自信 一切從緣起 這個法呢 到底對我們會產生作用 那產生作用是好的呢 還是不好的 是一種功德法 還是過失法 那基本上是不決定的 是要從它整個生起的因緣來決定 所以佛法的修學也是重視這個過程 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內心的善惡的操作 就決定我們所得到法的一個相貌 好 舉個例子來說 經濟法師 經濟法師 舉個例子 很好 就像同樣是水來講 這個牛呢 喝下去以後 它就把這個水呢 轉換成牛奶 因為它內心非常溫順 我們可以這樣子來比喻 不是說溫順的人才會產生牛奶 溫順的動物才會產生牛奶 這是一個比喻 就是它會把水呢 因為它是一種善的一個操作 我們面對牛的話 我們從它身上得到的是牛奶 所以呢 會得到好的結果 所以水變成牛奶 是對我們人有益 但是 假如這個水呢 是給蛇吞下去的 那因為蛇會不會產生牛奶 產生蛇奶也沒有 是不是 它們是軟生動物 是不是 不是胎生動物 那對於人來講 我們比喻說 因為這個蛇呢 有攻擊性 我們比喻是 它是一種稱慧的狀態 所以呢 它這個水 經過它喝下去以後 產生出來是什麼 產生的液體是一種毒液 所以我們被 蛇假如被它叮到或咬到的話 或噴到的話 就會中毒 就會中毒 所以水本來是沒有自性的 那 因為有不同的緣 那我們就產生的作用就不一樣 所以這有不同的結果 所以 中科巴大師就勸勉我們呢 我們同樣來聽聞佛法的話 有些人就會得到很大的利益 會產生斷惡修善的一個效果 但是相反的 有些人聽聞佛法以後呢 他的心態不是非常的正確 結果呢 反而是障礙了他的一個佛法的修學 所以這個佛法對你到底 到底能不能對我們有好的作用 有沒有讓我們能夠受用 還是產生障礙 這就非常重要 這是說到功能的問題 所以這個怎樣來文法呢 這個操作也非常重要 假如如法的聽聞的話 我們聽聞的結果會有用處 同樣的說法的法師或是居士 假如也是如法的替佛說法的心態 在操作的話 他也可以獲得利益 所以這個整個一個聽法跟說法呢 是有個相對的一個失之相色的一個道理 我們彼此都能夠獲益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最好的一個結果 這是前言的部分 我們看到講義第一頁 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科判呢 科目大概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思維文法所有勝利 有沒有找到 就是我們在聽經文法之前呢 我們先要思維 我們聽聞佛法會有什麼樣殊勝的功德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講演大綱呢 就是對於法還有說法的法師 我們要發起一種誠誠的誠誠 我們要發起一種誠誠 就是我們第一個部分 我們思維我們來聽法呢 會歡喜地來聽 之后碰到我们的法跟讲法的法师或是居士 都会产生一种城市供养的一个恭敬心 这是一种在中科巴大师里面的广论里面 我们叫做道前基础 也就是说我们在听法之前的一种准备 第三部分假三就是正文鬼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当进到了听法的地方 也就是讲堂 面对法师跟面对法 要具备听文的一个鬼里 也就是听文的一个态度是什么 这个是第三个部分 我们来看到假一 第一大纲 就是我们在思维文法 所有胜利要怎么样子来操作呢 我们在求法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重要的心态就是善法欲 就是听文善的法的一种欲望 欲不是坏事 不好的欲 我们说断欲 是不是 就是我们佛法常常说要断欲 就是断掉追求恶法 追求物质享受的一种欲 但是善法的欲 不应该断除 应该有善法欲应该要生起 所以我们应该主动的来追求 才能够得到利益 在听课之前呢 我们就这样子思维 到底听文这个法 会对我们有什么殊胜的意义 殊胜的益处呢 然后去想了以后 就会产生一种主动积极追求的一种心情 这是这一句思维文法所有胜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 那这里面有三段文 第一段文 我们从听文集里面 来说明龙树菩萨的一个 他的一个教界 你们找到 听文集 如入善复毙 黑暗藏室内 纵然有重色 俱眼亦莫见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 好像一个人 进到了一个 覆盖隐蔽 非常良好的一个 黑暗的一个暗示 就像这个 我们照相 以前洗相片的暗房 是不是 或是说 或是说 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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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光摄影机 要进去里面 这个 这个 墙壁上都黑黑的 不能够反射光 或者会干扰 那种 那种这个 房间里面一样 那 到了这里面呢 假如没有光 我们看得见吗 这个 暗 暗房里面 还有个红灯泡 我们看不到 是不是 或是我们还会看到 有点光热 那红灯 比较不会影响 那 大家可能没有那个经验 我以前是 学化学的 那有时候要操作那个 照那个 X光 显微摄影的一个 一个图像 送到那个地方去 去敲门 他没有来回应 进去 哇 糟糕了 没有带手电筒 真的是 什么都看不见 那 完全都没有光 我们就没办法 辨别方向 所以这时候呢 地上假如有放有一些障碍物 你踢到 等一下就跌倒了 假如是刀剑的话 比较尖锐的东西 搞不好就割伤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 要判 要判断 哪个地方是我们需要的 那 在这里面呢 有时候 当然啦 这个 这个显微摄影是 没有那个 没有钻石的 你不能去 不是要偷东西的 就是说 假如有比喻 就是有一个珍宝 在里面的话 假如没有光明的话 我们怎么看得到呢 怎么去取舍 所以就是 我们就无法来 没有光明 就不能够 来取舍我们需要的东西 这样子的比喻 再过来看到 底下一记 如是于此中 有听闻的明了性 听闻佛法的功能 但是没有正常清楚的明了性来判断 我们就不知道 底下最后一句 不知善恶法 就不知道是 对的呢 还是错的 就不能够产生一种 自我反省的力量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听完以后 容易 重视我们 学佛以后 听闻佛法以后 我们还是会做错事 就不能够产生一种 自我反省的力量 那假如是 没有这个判断力的话 那我们一旦过失出现了 我们没有感觉出来 我们做错了 所以呢 就会一辈子错下去 除非碰到善之事 或是说 我们忽然间想起一句话 来反省 才能够发现错误 假如没有 反省的一个声音 在我们内心产生 外面也没有善之事 来指证我们错误 我们就会一辈子错下去 所以我们了解善恶法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当然 我们学完了佛法 不是说学完了就 这个什么 葵花宝典 武林秘籍 在身上就可以 一下子就 什么都懂 不可能 所以我们没办法 马上就能够完全地清静 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然后不断地用标准去调整自己 产生一个进步的一个空间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道前基础 我们有了这个判断力的话 就好像下面四句的寄送 如去言有灯 有没有看到 就能够好像眼睛呢 有了这个 应该是两个比喻 像眼睛一样 像有灯一样 那眼睛就比喻呢 我们有第六意识的一个明了性 如同呢 有灯光一样 那我们有了这个佛法的正见 就是我们的一个 引导的一个灯光 正见 我们八正道里面 第一个是什么 正见 是不是 所以正见是非常重要的第一项 我们有了明了性 才能够引导我们趋向正确的佛法 了解呢 哪里可以找到珍宝 哪里可以避开刀剑的伤害 所以呢 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呢 我们还是需要有听闻的一个步骤 才能够判别善恶 所以呢 钟大师 钟科巴大师说到 正见是一切善法的根本 我们就像开车一样 我们要认清方向 否则呢 老师在都市里面打转 上不了高速公路 我们台湾还好 这个 就好像 其实有些地方 现在高价 高价公路 一直在建设 是不是 所以怎样来走上高速公路 有时候也是 假如不认得的话 在那边转 走到进去的地方 你没办法在高速公路跑 所以呢 你就会有时候会在都市里面打转 就跟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要认清方向的话 就必须呢 要有地图 或者是导航 是不是 现在导航 刚帮你那个指正方向 才能够走对路 所以呢 常常我们说到 这个修行最怕什么呢 最怕是错误的讯息 我们听错的 误会了佛法的议理 结果呢 就有错误的讯息 就好像呢 我们 这个导航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过 你这个按错了 有时候奇怪 我明明按了怎么 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到底导航要怎么操作 也是一个问题 我用导航用了十几年 不要听别人不要自以为是 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怎样 看路标 走路 开车会有路标显示 对不对 再找不到路标的话 怎么样 第四步才停导航走的 没办法了 是不是 所以地图跪地图 怎么操作 这个善知识也很重要 书本也很重要 佛经也很重要 经论也很重要 经很重要 论也很重要 通通都要看 还要留人讲 所以 我们要有正确的操作 就要有正确的讯息 那正确的讯息不是说 拜在那边 我们要自己去找 要怎么操作 除非你自己知道路 不然的话 你要听隔壁人怎么讲 要有人引导 再过来 我们看到下一句 本生论云 听闻水转修心药 有没有找到这句 就讲到 有一个次第 我们修学佛法的次第 三个次第 第一个就是听闻 第二个就是水转 第三个是修心药 这三个次第 听闻就相当于我们 所谓的闻所成会 语学师地论不是有一个 闻所成会 修所成会 诗所成会 文师修 这三个次第 也是这样子排列的 我们呢 比如说我们举这个 能眼睛的观念来说 我们中国人喜欢用 能眼睛的观念 这也 大家也不要 因为在有些 这个 对于能眼睛的看法 认为是以伪经 讲伪经 这个就不太好了 因为正在 因素导师的观点 只要是佛所说的话 都合乎了三法印 都是佛所说的 不是大圣非佛说 佛有身口意 不是只有 足智稿的这个 才是佛经 只要合乎三法印 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我们只能讲说 疑 可疑 疑 可能是 事实上 假如是 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 之前我们都有上过 进阶班 有没有 假如有上过的话 你就 牛赤地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个其实 佛经 的 从头开始 结集 是怎么结集的 不是说佛讲一句 写下来 以前他们都没有文字的 是不是 而且呢 为什么不用文字记载 其实早就有文字 不是没有文字 因为早期的 波罗门 那些教师 佛法还没出现的时候 那个时代 这个知识分子是什么 不是说你会写而已 才是尊重的 你会背才是会尊重的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个很多法呢 用背的 这个才有水准 用写的呢 那个是商人在记账的 记账才要用写的 所以对文字很 很不屑用文字来 来这个 记忆 可是呢 慢慢的 大家有一些论啊 产生了以后 佛法越来越累积 集结越来越多的时候 背得起来吗 背不起来了 这时候怎么样 只好写下来了 所以说 在背的时候 在听的时候 是不是佛这样讲 那只是一种 另外的一种阐述 不是佛的竹字稿 而是佛的意思 把它写下来的 所以在 所以我们不能够 因此就来判断说 这个不是佛说的 那假如说竹字稿 才能算的话 连 施阿涵都不能算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 应该用一个正确的态度 就是说 佛的身口意 三叶 所传下来的一个法 都是法 那怎么判断 就用三法印去判断 用应顺导师的这个观点 去听 那这个 能言经呢 讲到这个例子 我们引来 说到呢 我们 有个观念 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话 六根当中的听闻是最好的 耳根是最好听闻的 效果最好的 比看还好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说佛世界呢 最好的 流通佛法的方式就是 因身佛事 这个不要误会说 因身佛事就是敲打唱诵 佛事这个意思 就是用靠这个声音 给众生听闻 把它转成心中的道 这才是修学的根本 第二部分 第二个次第 听了以后 我们要开始想 就是所谓的随转 相当于思索成会 的意思 就是我们要 法意 我们听进去以后 我们还要思维 我们休息几个 还没 我们中间会有休息一下 我们听了法意以后 我们还要将以思维 随着法意去转 所以叫水转 那体会的这个法意呢 产生了一种思慧 就是思索成会 就会产生一种圣解 就是殊胜的理解 就会对于佛法生起的一种坚定 而且深入的理解 当然不是说一次就理解了 一次就坚定了 是慢慢的累积了 这就是思慧 第三个次第呢 还要有修慧 就是修所成慧 也就是我们这一句的修心药 三个字 我们圣解了以后 我们应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来对峙我们内心的烦恼 在因地上呢 我们有这三个次第 听闻 水转 在思心药之后呢 在果地上呢 接着还要来修行 来断我们内心的烦恼 这时候呢 就怎样 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叫做少力寄托生死成 就是我们用有了文思修的操作之后 我们在了托生死的时候 就会比较不要那么费力 我们要脱离生死的痛苦 就要产生一个出离心 可是呢 对不起 外道呢 他们也有要努力的来修学 来脱离生死的一个心态跟操作 可是呢 我们佛地址呢 跟外道不一样的是 我们有散巧慧 正确的一个智慧 来操作 才能够脱离生死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在佛出世的前后 印度有96种外道 这种外道的有苦行的一种方式来操作 当然不一定外道就是苦行 有些外道是用热行的 就是非常享受的那种乐觉的一种修行 也不对 那用这个非常的把身体呢 苦到这个受不了 快要受不了的状态 这样子呢 也可以增加我们一个耐力 定力会增加 但是这种修苦行的话呢 虽然我们当时的外道呢 是要想要快速的断除罪业啦 来成就安乐的目的 可是呢 方法上是不对的 有时候甚至说 问那些外道的一个主师呢 万一再操作下去死掉怎么办 死掉就死掉啊 这个呢就很麻烦 这个我们人生难得是不是 我们要靠人生才能修啊 你就这样操作下去 那这样子还有就吗 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就好像这个我们要断 这里面就举个例子 就像牛车一样 当然啦 这个这个 用牛来开车 这个是有点虐待复生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先不要这样想 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要 操作牛车怎么走 是要打牛还是打车啊 是不是 当然是打牛嘛 你车子打了坏了也没有用啊 还是不会动 就跟这个例子一样啊 我们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要去打这个牛 那你才能够前进啊 所以呢 我们有了正确的听闻水转 跟修心药 那我们呢 才能够正确的往前走 牛车才会动 所以呢 下一个地方 下一句啊 这个因缘 这个龙树菩萨说到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上面有没有 没有 这是经界法师的一个讲迹里面谈到的这个一句话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义名为假名 义名中道义 是不是大致之论 还是哪里 再查一下 我们这个法呢 都是因缘而起的 那我们在修学上呢 我们归纳就是 两个重点 那第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要偏重 刚开始修学佛法的时候 我们偏重在断恶 那就是从这个空观 就有假入空观 天台的这个 应该是空假中 是不是天台 这个 再查一下 我们刚开始呢 要有假入空 的一种观法 把这个 佛法的一个道理呢 原生无性 集体 当体集空 这样子的一个观法 来断我们的恶法 但是有了这个 第一步的空观之后呢 还要进到 假观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空出假 我们也当然不能够忽略这个因缘的一个假象 我们还是要依照这个方式来操作 虽然说佛法是一个空的法 那课本这个也不是这因缘所生法 那就不重要了 我们不要看课本了 是不是 都不要讲了 是不是 这样对吗 应该不是 这个因缘的假象也很重要 所以要从空观再回到假观 它是假的 但是呢 你还是要用 要假借它来操作 所以它有它的假名 假象 假用 等等 所以 所以呢 就譬如说 我们人啊 在碰到爬山的时候 碰到山难 迷路了 那 比较小心 掉到泥土里面 那 救出来 焉焉一喜 是不是 那刚开始呢 现在是有这个 打针 打饮氧针之类的 那以前的话就是用 没有那个营氧针的话 就吃个热粥 不能吃饭 是不是 给它休息一下 慢慢就恢复 它的健康 就有滋养的效果 所以呢 这个粥还是很重要 不能说 一切都是空的 不用喝啦 还是要吃的 饭还是要吃的 就好像之前这个 台南的这个地震 有没有 那个林树勤小朋友 有没有 他就想说 要吃什么冰 我不要把他广告 吃那个冰 那事实上呢 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 是不是 行政院长是不是 送他这个虎皮蛋糕 还是哪位 这个身体还没很虚弱的时候 要吃虎皮蛋糕 不能说吃这瓶 健康再来吃 当然啦 应该吃了很好啊 会给你喝 但是呢 你还是先吃虎皮蛋糕 这个法呢 还是有应激的 不是说你想就可以用的 当然 就是说 你身体好了 身体太 太照热的 喝一点冷的东西 不一定要冰了 年轻人肯定吃一点什么 让他降一点温度 但是呢 正确 假如是身体很虚的话 不应该吃冰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是因缘法 什么状态要用什么法 不是一个法就可以 打遍天下无敌手 没有那种事情 要有这种理解 所以呢 我们对于法呢 要有这样子的认识 从空入甲 第二步呢 从空入甲以后 我们就不会呢 认为它是 任何的法都是 都可以用 你会选择 来对质 你当时的心态 什么样子的心态 用什么方法来对质 什么样子的心态 用什么方法来对质 都有一个 不同的法门 不同的方式 才对 绝对不要忙修瞎恋 这是 就是对于这个佛法修行的这个因缘方法的一种认识 我们要知道 这个我们看到 余杰斯理论引出的这个虚语 无想听闻正法 有没有找到 就是呢 我们对于法呢 在听闻的时候 要有五种的想法 怎么想呢 也就是怎么思维 对于佛法我们要怎样 要当作是珍宝的一种思维去面对 我们才能够产生一种急切的一种心 就好像贫穷的人看到珍宝 要追求那样子的一个心态 我们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那一句话 佛法难闻经闻闻 佛法是非常难憨 极憨难遇的 这个法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们要把它看作像 珍宝一样的观想 法呢 必须有佛出世 我们才能够有佛法 佛头出世很难得 这样子去观想 那佛不再怎么办 有所谓的正法 相法 末法 有没有听过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这样子的观念 这样子西求 认为佛法的一个 这个西求感 珍宝想法 那正法一千年五百年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一万两千年以后呢 我们人类就会进入到一个所谓的黑暗时代 还要经过五十六亿年左右 弥勒菩萨再出世 我们才能够得到再有正确的正法再出现 那中间要靠什么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 虽然我们现在是在末法时代 要去珍惜 去学习佛法 这样想 不要说正在末法 外面还有很多佛法都没听过的人 是不是 这样子来想 就会觉得是 我们很幸运 第二点呢 对佛法要怎么观想呢 就是眼目想 就是时时增长聚生会的关系 我们一觉醒来 是 这个身体还没有动 眼睛先动 是不是 所以没有眼睛 我们就 就很麻烦 除非是 那个 施葬人士 那就起来就比较慢 就要摸的 我们有眼睛的话 就比较快 所以呢 就好像我们的眼睛一样 那个佛法就跟我们的眼睛一样 我们要增长 要聚生 聚生会呢 就要一次一次的 来重复的学习 所以要 实时 增长 所以就是要不断的 再学习 再听 听文佛法 不要怕重复 不要说 老师啊 老师啊 我这个已经听过了 我今天在哪里听过了 你可不可以跳过啊 或是 这样子的想法 这样就 心态就有 不太好 所以听文佛法 不要怕重复 像 那像 我们的律学大老 海公啦 以前的参工 参与法师知道吧 还有 这个 现在的清和尚果金法师 常常在寺院里面 他只要他在正觉经事或者是原通事 有人上来讲经 他一定会在后面听 他都已经听过了 为什么还要再听呢 就是他绝对不怕重复 听闻佛法 就算晚辈在说法 在讲法 他也是不断地要重复 去听那种心态 对法的一种尊重 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我们时间关系休息一下 请翻开讲义 第一 光明响 我们对佛法 第一个是 珍宝响 第二部分是 眼目响 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三点 光明响 是不是倒数第五行 第四行 我们直接消闻 就是我们 对佛法 有其所受智慧眼目 我们不但有了眼睛 眼目响的眼睛 就有了光明 眼睛去看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光 没有光 眼睛睁大大还是看不到 所以我们要再加上光明响 看这个诸法的空性 来说呢 如其 如所有性 就是说 诸法的一个空性 这是一个对诸法总相的一个观法 然后 然后佛法呢 尽所尔性 就讲到别相 前面是 如所有性 是讲到总相 尽所尔性 是别相 如所有性 就是讲到诸法的一个空性的道理 然后呢 再讲到因缘法的话 实法界的因缘果报 通通包括进去 个别来看 这样子来观察 佛法 能够照亮我们的内心 这样子的观想 第四点 要大胜利详 就是 于究竟时 能与涅槃 菩提 果故 这个佛法跟世间法 最大的差别呢 古人说到 一入耳根 永违道种 就是我们听闻的佛法呢 就一定用得到 我们听闻佛法 事实上呢 我们有时候只用到十分之一甚至不到 有些道理 有时候今生都用不到 但是呢 听到的法 将来一定有用 我们是为了什么 为了将来的 菩提 涅槃的佛果 所以呢 是永违道种 也就是听佛法进去以后 就会在我们阿赖耶士呢 在维世学的观点来看 产生一个金刚种子 不一定说一定是维世 就是种子说的概念 这个有兴趣大家再去听这个 俱舍诚实跟维世 这个佛教哲学也很重要 这方面呢 我们在在家律学备展的最后 在这个中体边 还有词范边那边 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四年级我们再来看 讨论这些问题 当然了要深入了解 还是要去旁听这个 俱舍中 还有诚实中 还有维世 比较他们的一个历史因缘 好 这个我们总之啊 就是产生一个金刚种子 在我们的意识里面 不管是看要怎么来解释 在九世说还是八世说还是各种讲法 总之就是像种子一样的概念 在我们身体里面 内心里面 产生了这个善根 产生了这个种子 那将来就会用得到 遇到好的环境 就会产生作用 那比如说这个 有善根的人呢 他做错事情呢 碰到好的善知识来开导他 就会产生好的环境 使他改变 但是呢 没有善根的人呢 没有跟三宝结缘的人呢 还是很多 那产生过失呢 就没有办法来改正 就一直错下去 所以我们听闻佛法呢 就会种下种子 一入耳根就永违到种 就能够与菩提涅槃的果呢 能够相应 将来到达究竟时呢 就用得上 要这样子把佛法认为呢 将来有大胜利的 一种想法的观想 第五个观想法呢 就是我们听佛法呢 叫做无罪想 什么叫无罪想呢 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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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心当中呢 顺着这个法意 一直去思维它 虽然心中有很多的 这个挂碍 但是我们应当这样子思维 因缘 所生法 我说 即是空 这样子的一个空观 一切的佛法 一切的世间法也一样 都是原生原灭 没有真实体性 所以呢 将来呢 你这样想的话 就有这种情境的一种思维 就能跳脱出来 产生一种开阔的一种安乐 将来就能够获得安乐的境界 所以呢 现在亦能得疲二之音 只观乐固 就是这个意思 将来一定会获得安乐的境界 总之啊 我们听闻佛法 就要 这五个观想法 珍宝想 眼目想 光明想 乃至最后的无罪想 这样子空观 来操作 所以呢 我们要有一个信心 要相信我们所听的佛法呢 将来一定会用得到 深信在一生当中 能够对我们产生有利的作用 绝对不会白费 总有一天会产生效果 会带我们到快乐的地方 到彼岸 就像这个车胜一样 车子可以载我们呢 不用用走的 可以快一点呢 脱离这个生死的一种羁绊 到达彼岸 总之啊 我们听闻佛法呢 一定可以 两个观点 在现世呢 一定会产生作用 在有现世的利益 因为我们现世呢 听闻佛法呢 在阿赖耶士里面 产生了一个种子 那我们碰到境界呢 现起的时候 种子生现形 现形生熏种子 这样不断的产生作用呢 我们就能够断恶修缮 产生安乐的感受 就对于痛苦呢 就不会那么的 对于境界 一些逆境呢 应该说 对于境界 不会产生 很痛苦的感觉 甚至呢 只是知道痛 而不会苦 什么深苦 心不苦 那种境界是很高的 虽然我们做不到 能接近 会渐渐的降低痛苦 降低痛 那来生的话 也就是讲到未来世呢 因为我们有 这样种下好的种子 所以呢 就会引导我们 去向涅槃 在无量节呢 三大升齐节 慢慢的修 就会 有了这些菩提之良 就会 未来也能够脱离 生死的羁绊 要有这样子的概念 好 我们看到第二重点 甲二 是不是第三页 语法跟法师 发起成事 我们听闻佛法之前呢 对于所听闻的佛法 还有所教授的法师 都要生起成事 什么叫成事呢 就是虔诚的 供养的一种心情 不是说 这个 像面对孔子 说什么 只要带一把肉来 我就教你 是不是 那样子的一个城市 不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呢 都要 有一些观念 有几个观念 我们都要 对于法师呢 产生一种 虔诚供养的心情 供养有很多种 恭敬是不是也是供养 不一定要拿物质的供养 是不是 恭敬就是一种供养 产生一种 虔诚供养 恭敬心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对于 以后四年呢 我们有 不同的老师会来上课 不同的课 不同的老师会来上 不同的法师会来上 都要生起 这种恭敬心 对于 那一句话 《地藏经》里面 是不是《地藏经》 上面讲的 这个专信恭敬听文法 不应《地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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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能打妄想的意思 就是不能打妄想的意思 就是我们机会来的时候 我们要把握机会 掌握最佳的时机 所以一有听文的机会 就要把握住 就要专心 这是解脱的一个时机 这样子观想 所以绝对不要打妄想 不过打打妄想难免啊 不要那么的紧张 糟糕了 我今天心态不对 又怎么样 很自然的 这是慢慢的累积的 专心 听佛法的一种训练 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 是慢慢累积的 这个禅定的功夫 也不是一朝一夕 就可以完成的 也是慢慢累积的 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要专心 是这个意思 有点妄想 这个赶快拉回来就好了 第二点呢 我们要保持信心 除了专心 还要有信心 这个我们所谓的 三十七道品 有五根五立 那个信静念定会 信是很重要的 这个信根啊 就是一种根本 相信这个佛法可以让我们解脱 生死的羁绊 这样子的信心 有了历代祖师的一个传承 把佛法这种不可思议的真理呢 传承下来 我们一接触 就要生起相信的概念 不要别人一说就大圣非佛说 糟糕了 我们是穿暖船的吧 不要这样子的想法 都是佛法 要有相信 要有相信 要有这个信念 有这个信根 我们在大圣佛法就能够 产生作用 再来第三点呢 我们要恭敬心 不可以呢 清漫佛法的 这个 而产生一种毁谤的这个状况 对于佛法的各个部派 乃至于中国的十大中派等等 都不要产生毁谤 他们有不同的时代因缘 跟社会背景的状况 而产生这种 法门的这种出现 他有他的时代背景 不是说 所以我们对于每一个部派 乃至中国的时钟 彼此呢 他们都是对我们有用的 不要修净土的时候来骂禅宗 修天台的时候来骂另外一宗等等 都是不对的 应该要随喜赞叹 赞叹各部派 各宗派 他们都是很好的法门 只是因为有时代的背景 而产生的一种思维的方式不一样 都是正确的佛法 所以我们要去融通 这个各宗派的思想 在听哪一宗 就不要对另外一个宗的法门产生毁谤 乃至每一宗 他们又有什么分礼物是不是 有什么天台中到宋代的样子 有什么三家派跟三外派是不是 那种派别不同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他们在论证 两派在公劫的时候 怎么会闹到最后还宫廷里面派人来调节 打了十几年的比仗 就认为说 怎么这样子 修行还是这样子 怎么可以彼此呢 他们是有他的因缘 在讨论 论辩佛法 我们不懂的话 千万不要对另外一个宗派产生毁谤 虽然我们支持另外一个派别 但是不要对这一派来产生毁谤 这样就不对 这个应有的一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个法师他们有时候他们的威仪不一样 像有的法师他们比较不注重威仪的教导 他们那一宗派的不懂 那认为他这样晃来晃去 上佛殿就这样子 就毁谤了 就不对 我常常对一些法师在不同的道场 在早晚课的时候 下堂以后有些法师 虽然他的位移不好 可是呢 他的经论比我们痛啊 我们要跟他学 所以就不要因为他的位移不好 服装不是正规的 其实这个服装也是经过不断的改革 是不是 南传的时候我们大圣的都 北传的法师来南传那边甚至说 来你们拿摘生的时候 请你拿这些供品来供养法师 我们都是法师 还有我法师供养法师 叫信徒供养都对了 可是他们认为什么 你没有穿三衣 佛制的三衣 那不是佛 到那种程度 那这样就不对了 是不是 只要是佛法 他们威仪不一样 我们都应该尊重 当然啦 这个 这是另外一个论议题 总之啊 就是不管 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心态 甚至反过来呢 是北传的 是罵南传的 南传的 他罵北传的都不对 这样都不好 每一个法师都应该 升起如佛想 这样子的观点去供养 就算他们法师之间 有不同的认知 他们的一些论点不同 但是我们在家人 对于法师 出家人也是一样 都要恭敬 我们要过滤 把不要的想法过滤掉 这样子我们在整个操作当中 在再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得到法医 不要去因为某些小现象 就产生一些烦恼 甚至产生诽谤 这样就不好 最好的态度就是 也不是说不闻不问 我们要去过滤 知道他们的一个论点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讲 知道就好 起第一念 不要起第二念 第二念是所谓的毁谤 不要出现 知道有这个情况 出现就好 不要再往下 产生不对的想法 这要注意 所以要产生恭敬心 对于每一个法门 每一个法师都要恭敬 在听法的时候 要有一个转想 后面还会讲到 转想两个字 把法师当佛 把经本当作佛一样 恭敬地供养 这样转想 才能产生 对我们产生利益 再过来 专信恭敬听文法 有没有找到那句 我们对于 面对法的时候要量 除了刚刚讲 总之就是要专心 刚刚讲过的专心 要有信心 就是信仰 他的对我们有益处 还要恭敬这三个心 来听文佛法 那第二点呢 我们不要诽谤 重点是我们 还没有纳入 我们要修得法门的时候 听到了以后 不要就产生这些分别 不好的分别心 起了毁谤 这样就不对 这是我们一个正确的心态 那怎么把法师当作佛来转想呢 这个转想呢 有一个例子像 比如说我们以为世中来讲 万法为世讲的例子 说到水的例子 这个天人看到水是什么 像玻璃 是不是 琉璃 是不是 那我们看到水是一个湿润的状态 那鱼看到是他的家 是不是 像空气一样 那恶鬼看到的是什么 像火一样 是不是 所以我们 你说在驱鬼的时候 要洒水 洒净 有点这个道理 当然我们不是说要杀鬼 只是驱鬼 不要误会 那这不同 我们要对于上课的法师跟老师呢 就要把它转想成佛陀的观点来恭敬 这样子我们在内心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影像 对我们就有加持作用 不是说手摸摸你的头才叫加持 在我们这个法呢 这直接我们的观想过程当中 就会产生一种加持 像佛陀的加持我们一样 这样观想 再来下一个祭诵 佛飞水洗众生醉 有没有 中文大师在提出一个诵 说到呢 佛陀出事的时候是为了要帮助我们 像清净的这个甘露一样来洗涤我们的罪业 那我们很痛苦的那我们很痛苦 现在很痛苦那佛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们能够还是要这样观想这个佛法呢 就像佛在场一样会来洗涤我们众生的罪 然后呢 这前三句呢 这前三句呢 有个非有没有 这是否定的意思 佛陀他不能用 我们都认为是观想是佛像甘露一样来洗涤 但是佛他没办法用清净的甘露 来洗涤我们的罪 而且呢 也 我们有罪不是佛来灭罪 不是佛来拔除我们的痛苦 也不是说佛呢 他用这个什么 武侠小说那叫什么 乾坤大挪移把他的功力传给我们就有了 不是可以把他的功德就转移到我们身上 唯有唯唯说法令解脱 佛呢 他是用他的法说出来 使令我们解脱的 这个观念 所以呢 佛的道理告诉我们呢 我们听闻之后能够去改变 才是重要的 也才能产生作用 那再下来呢 就有 佑者不应做武艺 不应做艺武处处所者 有没有找到那句 对于法师呢 我们要避免有五个地方去看他 比如说他戒穿缺 意思就是说 他的戒型有过失 当然不是说根本四中戒都破了 的破戒 是说有些小的地方有过失 微戏的过失 乃至威夷不好 这难免的 那我们就因此就不跟他学习 那就错过了 这个学习的机会了 第二个状况 假如法师他的种性下略 比如说小学没毕业 当法师了 这种人我们不要去听他的法 不对 我们看看他讲了什么才重要 不可以说他的种性不好 古代叫种性 因为古代的知识是掌握在贵族手里面 是不是 现在是平等的 大家都可以学 但重点是说 这个知识呢 跟我们这个身份不一样 不可以说是学历很低 只要他有学过佛法 正确的佛法 身上有法 我们就可以学 应该是这样子的看法才对 不可以有种性的 不平等的看法 第三点 形貌丑陋 他这个法师的长相不庄严 长了一个窗或是哪里 就以貌取人 这样就不跟他学习 这样不对 第四点呢 他讲法不文雅 说法的方式呢 没有用文雅的文句来表达 可能读的书比较少 用的方式的句子 比较没那么文雅 所以文词比较粗壁呢 比较避恶呢 我们也不可以因此就不跟他学了 有些法师在说法的时候 有些法师在说法的时候就用很多这个腔调 不要因此就对他就产生这个不恭敬的态度 而忘了听他讲什么 这要注意 第五个方面呢 他说法比较粗暴 那有时候呢 这个法不见得是上课在讲法 这个就比较接近说 像在对治法师有时候在骂徒弟啦 是在教导徒弟 不要因为他在骂徒弟就认为说 这个法师怎么这样子 像颤公有没有骂人呢 骂过法师 应该有时候居士就在旁边看到 哎呦 公开骂 受不了 是不是 有的法师很受不了 甚至在 有些讲法的地方就讲到这一段 我在居士面前也这样讲 但是我们当居士的看到这个情况 就不要因为说 哎 奇怪 颤公怎么这样子 那么粗暴啊 就不听颤公的法 那就不对了 这要注意 常常我们说到 有没有听过这个意者三有 是不是 有只是有量有多文 是不是 孔子常常讲的这个 我们学习呢 良师益友都是我们的 能够受用的一个 的一个好人 不要因为太讲了人 有的人讲话太直啊 就因此呢 就这个不尊敬他 我们就没办法从这个人身上 得到益处 那就好像 只要在正法的时代 为什么我们常会觉得说 我们在末法时代啊 这个很难这个产生恭敬 那也的确了 因为呢 到末法呢 这个法师的威仪啊 等等啊 训练啊 因为 这个 这个 全世的关系啊 有人能够生在正法时代 那个人就是 他有福报 他的智慧 他种了善根垢 就会正法时代出生 我们呢 在末法时代出生 我们就想到说 这个我们的程度比较差 要这样想 这个正法时代 很容易正果啊 为什么呢 你隔壁疗坊一个出国 右边一个出国 左边一个恶国 你住在那个疗坊里面 没有 难道没有成果吗 一定有嘛 是不是 互相熏悉 可是现在你说 一个找到一个出国的 有没有啊 这个很难 是不是 所以当然就没有那么快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末法时代 就有末法时代的修法 要有这个心态 这个要注意这个法的部分 而不要注意外表的法师的形象 要多一点包容 我们才能够学习到正确的佛法 就好像举个例子 就像这个智者大师说的 这个我们这个末法时代啊 就跟找佛法 就像在垃圾堆里面找珍宝一样 你要忍受那个垃圾的一个脏跟臭 你才能够摸到那个珠宝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去面对听法的法师 当然了 你假如真的忍不住了 那就换一个法师嘛 是不是法师很多嘛 但是不要去毁谤人家就好 这个注意一下 这个我们去学法 不是在学他的外表的一个装扮 是学他里面的一个修行 再过来这个本身论里面也提到 等一下我们到五点二十了 我们再看到这个本身论的一句 就是我们听课的时候不管是什么身份 我们是什么身份 就算是像燦公 他是长老啦 住持啦 他听法的时候怎么样 他坐在后面 他不会说 按照接拉牌我坐前面 他还是 他很谦虚的坐后面 然后一进门呢 法最大 法师上座 听法的要下座 这样才符合规矩 就算你很有身份 你懂得比上面说法的法师还多 但是你在听法的时候 一定要坐在较低的位置 才能产生恭敬 听法才有益处 要注意这一点 第二点要发起调伏德 就是调伏我们内心的高慢心 以谦卑的心态来接受真理佛法 才能够开发我们生命的智慧 第三点怎么操作呢 就是要聚笑目视 不是说你一定要对着法师一直笑嘻嘻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生起一种欢喜的心 注视法师在说法 专心的听法 就好像一个口渴的人 在希求甘露一样的心态 这样希求的心情去听法 如影甘露语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佛经常常后面就有一些 欢喜信寿 欢喜踊跃之类的一些 每一段经文 尾巴都有这句话 就是说他们的结果是这样子的心态 我们要这样子接受 然后就能够受到法义 第四点要起敬 专自成 这是三个字 专心 恭敬心 起三个心 我刚刚讲过了 敬就是恭敬心 专就是要专心 自成就是自成心 自成肯谢的心 才能够得到法义 第五点要善尽无够义 就是我们内心当中 要保持一个清静的意念 心中不会怀疑 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心态 心中有怀疑 那就是很大的污染 那法就不干净了 听法就不干净 那 总之啊 就是下面两句记 就是如病听医言 就是总结 好像生病的人来找医生一样来听 医生怎么说 我们来做 然后生起这个诚事 是供养恭敬的心去听法的意思 就好像一个例子 这个在法华经里面讲到提波达多的故事 之前呢 是要蒙尼佛的前身 去听这个修道的先人 这时候修道的先人 就是提波达多的前世 那是要蒙尼佛在那一世呢 是大国王 他愿意舍弃尊贵的身体 来当这个修道先人的侍者 帮他甚至烧饭啊 他洗涤种种床座 甚至呢 还甘愿呢 找不到临时找不到桌子 在野外找不到桌子 就身体跪下来 当做一个床座 来当做呢 这个 这位修道先人的椅子 这样子来给他说法 这个是比较 这个有时候我们做不到啦 佛做得到 他就是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 记得要成事供养的心 去学习 才能够学到 清净的佛法 这来呢 我们看到 第三段 正文 鬼里 有没有找到 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断气三过 第二部分 一个叫做一六种响 我们听闻佛法的道前基础呢 的心态就如同一个杯子 或者叫做器皿一样 我们内心呢 要把它当做像一个杯子 一个器皿 是要来装甘露法水的 那假如我们的这个器皿呢 是倒腹的 比喻呢 我们不够专心 不够专注 那这个就跟这个杯子或是器皿呢 倒放着 那水倒下去就倒不进去了 就是所谓的呢 虽注说法之常 而不属耳的意思 那难免我们听话 有时候会太累了 昏沉打妄想 那就有时候就听一半了 比如说你们这样 我以前不是以前 现在也是一样 这样有时候太累了 有时候要敢报告 敢作业 隔一天要上课 打课睡 难免了 然后同学就躲一下 哦 醒来了 这个我这样就 不够专注 就没有听到那一段 那事后还要去补说 刚刚他说什么 借人笔记来操一操 那这样就比较累一点 那这样就没有听到那一段 就倒腹 就是不够专注 要专心 不要打瞌睡 不要打妄想 那第二点就是要恭敬成敬 用什么例子来比喻呢 就是像一个杯子里面不干净 杯子有时候放太久了就 有时候我们喝茶的茶杯 有时候会撑茶垢是不是 没有去洗的话 有时候会有什么茶什么菌 茶斑菌还是什么的 就是会不好 对身体不好 所以一定要洗干净 就跟杯子要洗干净的意思一样 我们听的法 假如是 像杯子一样都洗干净了 倒下去的水就很干净 喝下去就不会生病 是不是 所以也非常重要 这比喻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要有这个污垢就相当于我们的成剑 跟这个斜剑斜直 假如去除掉的话 那我们听到的法就是沉浸的 第三个观想呢 第三个心态呢 就是这个像杯子或器皿呢 假如有破洞 那倒水进去是不是就跑掉了 就没办法倒满 所以说虽洁净若底穿透 就比喻这个漏的杯子一样 就是我们听闻佛法后 还要思念思维 思维我们的法意 不要听一听就忘记了 这就很可惜 这个三个过失呢 我们要避免 听法的时候要避免这三个过失 总之呢 我们的想法呢 就是要有恭敬心 要专心 不要有偏执心的状态 来听法 要调整我们的心态 包容法师不圆满的地方 总之就是这个要包容了 然后呢 把他的法听进去 不应该听的不要听下去 该听的要听下去 我们心念一转变 我们就能够进步 这是三个过失 我们要避免的 再来呢 有六种想 我们除了要有正确的学习心态以外 我们还要呢 怎样来远移过失呢 要有六种观想 这个 中国巴大师在这个 菩提道次第广路里面 有讲到这六个观点 观想 第一点呢 于治安住如病相 有没有看到 那一句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把自己当作是病人一样 来看待 有病的人就要有药物来治疗 对不对 那我们这样观想呢 认为是我们自己有病 我们就会想去听经 听文法 到最后呢 到最后呢 有时候呢 就会有一点高慢 就算他没有别的事 不忙的时候 他也不愿意去听 那就很麻烦 所以就算我们已经对某一个法门很精 有新的外来的观点 对这个法门 对这一种新的看法 我们要去听要去看 不要说我这样学已经够了 这个就够了 在某个中派 我都讲经说法这么多年了 我应该懂了 不一定啊 这个要把自己呢 看作病人一样 就算我们有一点点成果了 也每次听法呢 还是要把自己当病人一样去听 这样就可以从这个说法者得到 从他身上得到法益 然后说只要一点我们就够了 虽然说啊 他讲的都听过了 但是呢 我们知道说啊 听过 这个他讲了 这听过 继续听 听到有一点 哎 他讲的那一点 不一样 我以前没听过呢 你就专心嘛 是不是 专心就会听到他 讲到你没有听过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法益 所以要很重要 不要说听一半 就不听了 应该从头听到尾 这样才能够找到 才能够从这个听法的过程当中 得到法益 第二个呢 对于法师 与说法师柱如医响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碰到这一位 说好的法师来宣说佛法的时候呢 我们要当一把他当作医生来转想 因为佛法三章十二部那么多 没有人来讲 我们看得懂吗 比如说这个文言文 这个就算你文言文懂了 通通听到尾 看到尾 没有一个生智 什么意思 有时候还是不懂 所以还是要有法师来说 他像医生一样 能够这样子转想 才能够得到法益 也就是治疗我们的病 佛法就像药一样 可以把我们治病 也像医生一样 可以帮我们病把它看好 第三点呢 要起 刚刚是什么 如病响 如医响 再来第三点是 起药品响 对于这个法师呢 所教导的部分呢 我们要把它看作是像药一样 那药怎样 药是不是要吃啊 要把它吃进去 所以要把它 把药把它吃进去 如病得药想 生起这种希求心 把它吃下去 这样才能够产生作用 生起法益 第三点呢 在余音众修 起疗病想 这个 要吃一铁 治得了吗 不一定 除了是小病了 感冒 那一铁 有时候就好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 有些很多病 都是要吃好几铁 才会好 所以治病 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我们就要这样想 好像我们身上长了一个肿瘤一样 这个当然不要说 癌症当然是很麻烦的 就像我们长了一个病 慢性病 不要说肿瘤 这个地址可能不太好 慢性病了 这慢性病我们可不可以吃一天就好了 一定要好几 不只是一两个礼拜 有时候还要好几年 像我妈妈 她有心脏的一种病 医生说 你这要吃什么 吃那个 一点想不想 有种药 那个药 她说 这个药 这个会有副作用 我到底要吃几年 医生说 要永远的吃 那就真的是这样子 没办法 我们这个药 有时候真的是 你不吃不行 你不吃就出毛病了 你就听医生的话 要吃 她也很乖 吃的都很听话去吃 而且经常做运动 从心脏病到现在 二十几年 还在 还很健康 所以 这个病 碰到药 还是要天天吃 年年吃 我们呢 这个病呢 要 我们这个生死大病呢 就要用这个解脱生死的大药 来治疗我们 所以我们要硕硕听闻 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疗病 疗病不是一两天 一两年 是几十年的 我们的生死大病是无量节来的大病 怎么可能一两世就治好了呢 就要世事听闻佛法 述述听闻 第五点呢 要怎么想呢 与如来所住善事想 对于这个法的根本的来源 这个所有的法呢 虽然是由法师来红传 但是这个法呢 我们还要记得 它的根源在哪里呀 善事什么意思 是佛的十号 对不对 就是呢 这个法的根源就是从佛传下来的 我们要去思维 佛陀 他才是最圆满 最彻底 觉悟的一个大善之士 只是经由法师来红传 经由经典 来让我们得到 那所以 殷顺导师常常讲一句话 怎么经由 立在大圣的那句话 想不起来 记忆理不好 最后呢 就是要去追溯到 从这些大圣 到大圣初期晚期 乃至部派 再追回到根本佛教 去思维佛的一个本怀 是不是这样讲 有一句话 思维佛的本怀 那句话想不起来 去追溯到佛的本怀 对于这个法呢 我们要去真正去了解 然后去想到 这样操作是 它是佛的一个本怀的一个 彻底的一个善知识 这样子去想 才能够真正的了解 佛法的意义 不要说 这个佛派怎么这样讲 那个时代不是这样讲 你要追回到 诗阿涵 然后诗阿涵再去追到 佛是真正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 这样去想 才是思维佛法的一个方式 去想到佛为什么要这样讲 第六点呢 就是于正法里起着住想 最后呢 我们听闻佛法之后 我们懂得操作以后 我们还有一种什么 有一种弘法的使命感 这个也很重要 我们希望这个佛法 不是自己用而已 还要把这个佛法 世世代代相传下去 要让正法久住 要广力众生 要有种使命感 要这样子转响 那怎么操作呢 假如是 我们有很多方式 来护持佛法 都是一种让弘 正法久住的方式 看我们能够怎么做 再不然就是 把这个佛经在注释 注释家呢 除了翻译以外 还有注释 是不是 还要做论 这都是一种 弘传佛法的方式 不是听一听就好 经典从印度传过来 我们就这样子 一支一支念下去 拿个木鱼 敲一敲 这样子背起来就好了 不是 还要再把它思维 怎样来弘传 用当地的语言 不同的时代 用不同时代的方式 去传扬 才能够广力众生 令正法久住 要有这种使命感 要这样的观想 这样子观想以后 就会产生很大的加持 所以总之我们听闻佛法重点就是能够改变我们的观念 不是只是增加我们的知识而已 有时候现在Cbeta很流行 是不是 要查资料 不像以前翻 还要有 查经典要怎么翻 相关的人在哪里 可能是哪一个中派的 是不是 就是在那一部大部里面去找 但是呢 相关字怎么办 其实还要什么 要有人写索引 我们看过大藏经 要看那个索引 是不是 查那个字 可能在哪几个地方有 这样翻去查 那现在Cbeta越来越方便了 那更快了 查这个字 那马上就 马上很快就可以得到 不要再翻了半天 检索很方便 那知识就越来越快速可以获得 那我们有时候呢 容易获得的知识 有时候呢 反而我们观念呢 来不及改 所以观念就 没办法在我们身上产生作用 甚至我们的行为 也没办法产生 断外修缮的功能 那有时候这个佛法 就等于是白听了 白看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 有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会误会 有些法师的一些观念 像有的法师说 好好念佛就好了 三藏十二步呢 不要看啊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只是说 这个告诉我们说 在你的水准很高了 上根器的人 就好好的修学 是不是 你已经看懂了 那这个就暂时放着 好好的去观想 但是我们中下根人怎么样 不看佛经 不听佛法 这样可以吗 这样怎么成长呢 对不对 不是说 他没有这个意思 那个法师意思 不是说教理都不要看 是上根器的人 可以比较不要看 下根器的我们 还是要好好的看 这一点的观念我们要注意 就算是年纪大了 不要说反正我年纪大了 这个背也背不起来 比如说你们背不起来 我也是一样 听一听 刚刚音声老师怎么讲的 听过也是忘记的 我现在讲不出来 背不起来 但是还是要常常 我们还是要有想办法去 这个去听文 去看经典 不要说年纪大了 就不用学了 像有的人就说 年纪那么大了 还去 就跟我说 你还去去佛学院上什么课 你就好好的在家修就好了 我就说还是要学 就是因为不懂才要学 不要说年纪大就不学了 当然这个听得很累了 人家两年就毕业了 有些学长是四年毕业 我看我要六年才能毕业 即使六年 我还是要把他毕业 把这个论文写出来 因为我这个心态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就算年纪大了 还是要学 不管怎么说 听 记不起来 朝之要也慢 打字速度更慢 但是也要学 这样子 要突破观念 突破一些障碍 我们要学习 就走一步 算一步 进步一步就是实在的一步 我们的一小步就是未来的一大步 是不是 这样子想 第二点 观念通了以后 我们就这观念 这些听法的观念中 了解了以后 避免一些过失的方法都有了 我们还要融会贯通 每一个中派 每一个部派 我们都要去了解 比如说看不完 学不完 我们还是想办法去听 四年学完了律中 还要去什么 在家律学班 还要将来 要继续学 巨舍中 维舍中 等等 天台中 等等 甚至各种的部派 学者讲的东西 也要去看 想办法去学习 把它思维消化 融会贯通 在学习当中 不要思想有冲突的地方 就认为说 到底要学哪一个 不要有这个观点 不要说否定一个 或甚至都不学了 应该去把它融通 那怎么融通呢 看善知识嘛 是不是 就像一部论 巨舍论里面 虽然是无佐写的 他会说到说 这个 有部 社会界有部是怎么讲的 那解释哪个方面又不通 要用这个 精量部的方式去解释 才讲这个通 可是在讲的时候 用某些地方又讲不通 用为师的方式去讲 这个就要有老师 是不是 就要去听他们怎么讲 他们不会说为师中 或是说巨舍中 就是讲那一部分 他们一定是三个部派 都会一起讲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学习 不是说 听一个是不是 为师或诚实就不懂了 不会 你巨舍的话 也要讲到我诚实 也会牵扯到一些观念的问题 这样将来你再看巨舍论才懂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思想都要融通 古德是这样子 我们也应该这样子 这无佐在讲这个 当时的部派的各种说法 他也是融通的 把他写出来一个论 绝对不是说 哪个对哪个不对 他不是说这个宗派是这样讲 那个宗派是这样讲 解释后面哪个地方有一个缺失 他也是一这样子传承下来 他也没有批判 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有批判 知道吗 所以我们听法的话 不要认为哪一个老师 哪一个宗派就互相冲突 就不学了 要把它融会贯通 这四个字 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态 第三点 上面没有写 时间关系我们就引 经济法师说的 我们要付诸行动 我们听闻佛法后 也转详 闻思修之后 我们要还要所谓的修 就是要付诸行动 闻也思维 闻刚刚就是那个心态的问题 那思维就把它融会贯通 最后怎么修呢 要付诸行动 我们把我们的老毛病呢 要把它改过来 好好地去学习 好好地去断烦恼 当然这个不是一朝一夕 就算这个烦恼有等级 有根本烦恼 有大谁烦恼 中谁烦恼 小谁烦恼 是不是小谁烦恼 我们这一生就可以断了 好像不是 你去看经典就知道 那就是东东都要去面对 好好地去断 断多少算多少 愿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好 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下个礼拜就由另外一位法师来讲 那我们都要产生恭敬心 每个法师都有他的特点 一定要好好地去面对 操作方式以后我们再讲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向下文长 赋予来日 我们回向